今晚我感到是一個很特別的祝福 能夠以主教的身份和年輕人講話 各位為了這個總會聖職大會 而從世界各地聚首一堂的阿倫聖職儲友人 我想和你分享在摩爾門經裡 關於希拉萬兩千名青年戰士的故事 經文就是這些古代年輕人的品格提供了深入的見解 亦為你們後期聖徒的男青年帶來靈感 我想和你們分享一段我很喜歡的經文 他們都是年輕人非常勇敢 強健勤勉但是看我不僅如此 任何時候他們都值得信賴勇敢 強健勤勉和真理 真是一些值得讚揚的特質 我想集中說第一個用來形容他們的特質就是勇敢 對我來說這個特質是形容這些年輕人 對自己勇敢去做正確的事情的堅定信念 正如阿倫瑪所說 願意隨時隨地在所有事情上作神一證人 兩千名青年戰士有無數的機會去展示他們的勇氣 同樣的是你們每一個人在你們的生命裡 都會有決定性的時刻去展示你們的勇氣 我的一個朋友約翰和我分享了他生命裡的一些時刻 很多年前約翰得到日本一間知名學府的錄取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生一起參與了國際學生的計劃 他們有些入學是希望加深他們對當地文化和語言的認識 其他都視這個計劃為進入日本發展事業和專業的踏腳石 他們的目標各有不同 但是同樣是他們全部離開家去外國留學 當約翰到部沒多久之後就聽到有一個派對 將會在一個私人住所的天台裡面舉行 當晚約翰和他兩個朋友跟著廣告上所登的地址去那個活動那邊 當這個電梯去到大廈頂樓之後 約翰和他的朋友沿著一條很窄的樓梯上天台 跟著開始和其他人聊天 在晚一點的時候整個派對的氣氛就變了 約翰不自在地感覺 也隨之於這個噪音、音量和酒精的擴大而增強 突然間有一個人叫所有學生圍成一個圓圈 一起去分享一些含有大麻煙草 約翰一看到世息不對 馬上通知他兩個朋友在這個時候要離開 其中一個朋友似乎以嘲笑的語氣地回答 約翰很簡單而已 我們就是這樣站在一個圈裡面 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可以不吃 繼續傳給其他人 這樣我們就不用走 也不用在那麼多人面前丟我們的面 對約翰來說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不是很對 約翰知道他一定要表態和作出行動 就在這個時刻他鼓起勇氣 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去做想做的事 但是我要立刻離開 其中一個朋友決定留在圓圈裡面參加活動 而約翰和另一個朋友就很勉強地跟著他下了電梯 約翰他們很驚奇 當電梯門打開的時候有幾個警員走出來 很快就走上天台裡面 約翰就和他的朋友搭這個電梯離開了 警員在樓梯口出現的時候 為了不想被警員抓到 這些學生就把手上的毒品由天台丟下街 但是當封鎖樓梯之後 警員叫每一個人排成一條直線 吩咐每一個人伸出雙手 警員很仔細地聞他們每一個人的母子和食指 每一個有接觸過大麻的學生 無論他們有沒有吸涉過 都被假定有罪 並且有嚴重的後果 幾乎沒有一個例外 沒有一個留在天台的學生 都被他們所屬的學校開除 那些被證實犯罪的人被驅逐出日本 他們學業的夢想 多年的準備 和將來在日本發展事業的可能 就這樣位於一旦了 現在讓我和你說這三位朋友的去向 那個留在天台的朋友 被他在日本所屬的學校開除 被要求離開 他當初很努力爭取入學的學校 要回家 跟著約翰離開了派對的朋友 在日本完成了他的學業 再在美國兩間頂尖的大學 進修學位 他的事業再將他帶回到亞洲 他現在有成功的事業 他很感激當日 約翰勇敢的榜樣 而約翰呢 那個決定所帶來給他的影響 是無法估計 在日本那個一年裡 他帶來這個未滿的婚姻 和有兩個兒子 他成為了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最近他也成為了日本一間大學的教授 試想一下 如果在那個重要的晚上 他沒有勇氣離開派對的話 他的人生會有多不同呢 年輕人 將來有時候 你們會像約翰一樣 需要在你的同輩面前 去展示你正義的膽量 雖然後果可能會被人嘲笑 和很尷尬 另外 在你們的世界裡 和惡勢力對抗截的戰場 會是寂寞孤立的螢幕前面 科技帶來的實質 是很像的同時 也帶來了前所未見的挑戰 近期一個全國性的研究發現 今天的年輕人每天在學校和互聯網上 所受的誘惑 都已經到了一個令人非常擔憂的程度 這些研究顯示了 在這個社交網站裡 看到濫用毒品和酒精圖片的年輕人 被他們濫用藥物的可能性 被那些未看過照片的年輕人高出三四本 美國的內閣秘書評論這項研究指示 今年的研究顯示了一種致命的蓬佩壓力 數碼蓬佩的壓力 數碼的壓力超越了青少年平時交朋友的平台 透過這個互聯網 入侵了年輕人的家 展示正義的勇氣 往往是微妙到 是點擊或者不點擊的舉動之間 當沒有人在你身邊的時候 你的思想和行為 是量度你品德的一個強力的指標 要勇敢 強健 在聖地上站穩 不可動搖 年輕人 我應是主會加強你們 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人愛謹受的心 祂會用幸福和快樂去掌賞你的勇氣和正義的行為 這份勇氣是你對耶穌基督和祂贖罪的信心 以及你的祈禱和你對戒命服從的結果 以東譚指出 學校裏面的一個少年 可以成為一個影響力 球場上或大學校園裏面 或一群的工作者中的一個青年 實踐福音的生活 光大他的聖職維護正義 自動行善 都可以成為良好的影響力 你們將會體驗到無數嘲笑與批評 這些取笑 甚至來自那些相信你所作所為 或者是尊重你行善的人 但是記住 救主自己也曾被苛窄、取笑 被人吐口水 甚至是被釘十字架 都因為祂不肯動搖自己的信念 你可能停下來想過 如果祂軟弱了下來 說有什麼用呢 而放棄祂使命的時候會變成怎樣 我們要做個妥協者嗎 要是一個不顧世上一切反對與邪惡 做一個忠實努力的仆人 但願我們也有勇氣 做基督忠實權誠的跟隨者 我邀請你們要像兩千名年輕戰士 那麼有勇氣 令自己有資格去成為配清的聖職持有人 記住 無論你做的是什麼 你去哪裡 和你看到的什麼都會塑造你的將來 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 成為一個配清的執事 一個配清的教師 一個配清的祭司 現在就定立這個目標 能夠配清地進入聖殿 為你可以在適靈的時候接受下一項教育 而定立目標 最終獲得墨基世德聖職 這條是帶來神聖協助 通往正義的道路 主說過在聖聖的各項教育中都獻取了神的能力 父母聖聖職領袖 以及對神盡職和鞏固青年的小冊子中的先知 優先的順序都會一直引領著你 當晚宦會長最近教導過 若要作明智的決定就需要有勇氣 有勇氣說不 和有勇氣說願意 我願意請各位在此時此地下定決心 絕不引來我們達成目標的那條道路 我們的目標是與天父共享永生 兩千名年輕的戰士勇敢地援應他們的領袖 希拉曼參戰的邀請 你們都像他們這樣 對著你們的先知和領袖 多瑪曼參會長的邀請 作出相同的回應 我年輕的阿倫聖職持有人 我想以我對父神和基督的見證 以及若失私密的話來結束 弟兄們 我們 豈不要為了如此偉大的偉業而繼續 前進不要後退 勇敢吧 弟兄們 向前 向前直至勝利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我們